嗨,大家好,我是彩虹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快手鸡蛋饼 做法简单,30秒一张 首先在300克面粉中加入3克盐 增加面粉的筋性 然后用180毫升温水 分次倒入到面粉中搅拌成絮状 加入20克食用油多揉一会儿 使面团更加细腻 然后搓成长条形,下8个剂子 再将每个面剂揉搓成圆形 取一个容器,内必多刷一些油 放入面剂 在面剂表面再刷一层油 盖上保鲜膜饧面一小时以上 也可以头天晚上放到冰箱里低温饧面 接着我们在碗中刻入两个鸡蛋搅闪备用 面剂醒好后先在案板上抹一层油 用手压扁,直接擀成薄片 因为面团饧发到位,延展性非常好 可以轻易的擀开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的饼已经擀得很透明了 然后用擀面杖卷起 饼秤预热好后倒入油 一点点下入饼坯 因为很薄,几乎下锅就熟了 看到饼变色鼓起后,在表面刷一层蛋液 然后翻面 另一面再煎一会儿,全程用不上30秒就好了 快手鸡蛋饼就做好了 这样做的鸡蛋饼饼薄如纸,柔软又筋道 放凉了也不硬 不论是卷菜还是直接吃都是不错的选择 喜欢的朋友欢迎留言加关注 我们明天见,拜拜